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迪是一个十分丧的作家 创作的瓶颈期每天都让他胡子拉长 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写作的特殊才能 每天每天都过着十分颓废的生活 女朋友也想跟他分手 就他这个生活状态谁都得跟他分手 不过他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颗药物让他尝试 爱迪刚开始对这个药物还是十分的怀疑的 但是他想着反正破罐子破摔 于是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吃掉了 但是他吃完这个药之后就开始了开胯的生活 本来一直都在创作瓶颈期的他 突然变得闻思泉涌 瞬间就结束了自己的脱稿 还顺带收拾了自己像竹窝爷的房子 甚至连一直都十分看不起他 垂脚房租的女房东都给骗上了床 可以说爱迪简直变成了一个超人 他自己也十分喜欢这种状态 这部分的画面做得十分漂亮 让爱迪看起来似乎有无数个人一起干活 十分的有爽电 闻思泉涌的部分加了科幻特效 竟然还有点好笑的感觉 后来要笑失笑了 爱迪又变回了过去那个颓废又可怜的他 所以他又去找自己的那个朋友想要得到药物 但是那个朋友已经死了 而爱迪则大翻特翻了朋友的东西 把剩下的大量的药都拿走了 从此以后有大量的药物维持的爱迪成了人生赢家 不仅短短几天完成了一本书的创作 还让他成功转型投资成为了年轻的企业家 当然因为投资借钱的问题 他还惹上了黑道 中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有很多景显刺激的动作场面 外加男主科药后开挂的特效 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华丽 搞定了黑帮之后 故事就延展到了一年以后 爱迪成为一个更加成功的政客 而他的上司想要用药物来要挟他 期间爱迪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某些问题 他开始逐渐丧失了记忆力 而且注意力也难以集中 朋友的女友也找到了他 表示自己已经戒掉药片很久 但是副作用依旧在他身上出现 爱迪这下懵逼了 没有了药 自己如何重回人生巅峰 不过最后爱迪找到了药片的升级版 并成功地戒掉了 可是戒掉了药物的爱迪 依然拥有着超能力 他的敏锐洞察力又没有副作用 简直是羡煞旁人啊 这下子他就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了 不过看完这个电影 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结局 可要带来的能力 怎么可能一直延展到最后呢 电影只是电影 人生还是没有捷径的 不过单纯就电影来看 确实是一部十分好看的科幻电影 并成了商业爆米花片的套路 给足了双肩 想来看一看 还是不错的选择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